好,那以上是針對我國制度的一個稍微簡單的一個檢討 再來就是看美國著作權登記制度裡面 美國著作權登記制度當中分成兩類的制度 一類叫做取得登記,其實在英文叫做registration 另外一類叫做變動登記,叫做recordation 那因為我是就它的性質來看,我把它用這個就它的性質來命名 然後所以呢,registration我們就稱為取得登記 那取得登記它的嚴格呢,我也是省略掉就各位參看那個資料就好了 只是說1998年的時候,在這個加入博恩公約以後 有一個很關鍵的法案叫做1998年博恩公約執行法案 當中啊,這個把這個著作權法的411條A款呢 規定說,除了外國著作以外,須以登記為提起侵權訴訟的先決條件 那當然,除外國著作這一個字眼呢 後續在美國一直到今天都還有一些立法上的真意 因為有那個差別待遇的問題,那這個是題外話 再來呢,取得登記制度存在它的誘因是什麼 所謂的誘因在這裡特別指的是法定誘因 法定誘因,通常這個一般啊,認為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前面所講的就是說 它是一個提起侵權訴訟的法定前提 再來呢,另外一個就是412條 美國著作權法412條裡面規定說 除法律令有規定以外 再,如果著作在侵權事實發生前完成取得登記的話 那就可以在訴訟中獲取法定賠償,律師費跟其他的訴訟支出 也就是說它有一個早期登記的法定利益 再來呢,第三個誘因就是說 這個規定說呢,著作公開發表後的五年內取得登記證書的時候 那登記證書可以成為證明著作權有效存在 或者是證明登記證書記載為真正的primific evidence 就是表面證據 也就是說它可以獲得這個 權利歸屬跟原創性的表面證據 那這個是法定的利益 再來其他的還有這個像是非法定的 但是它是一個實質的利益 比如說它這個登記以後具有公式的效力啊 再來呢,它這個費用跟程序合理也不會太影響到整個這個權利的取得啊 還有就是這個,向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申請登載存證以後 就可以取得進口的保護啊 那這都是額外的非著作權法明文的一個益處 再來呢,針對這個著作權變動登記的就是recredation這裡呢 它的嚴格我們也先略過 就是在那個博恩公約執行法案1998年的時候啊 取消了著作權法以變動登記作為著作權利人提起訴訟的 要件的規定 但是呢,保留了著作權利人申請著作權存證變動登記的制度 也就是recredation的制度 那為什麼要保留它呢? 它也有兩個法定的誘因 第一個就是在 在美國著作權法205條C項裡面規定說 如果著作權移轉等文件 經過變動登記以後 具有擬制通知的效率 什麼叫擬制通知呢? 指的就是說 這個公眾視為對於所登記的文獻已經有認識 沒有辦法以善意做為 善意就是不知道 做為送贈的論據 這是第一個誘因 也就是發生理智通知的效果 第二個誘因呢 就是205條的第一款裡面規定說 如果已經完成變動登記 前移轉行為已經完成變動登記以後 它的效力優先於後移轉的行為 那反過來說 如果呢 這個後移轉行為已經完成了變動登記 而且它是一個善意的狀態的時候 就是說它不知道有前移轉行為的時候 那它的這個效果 效力就會優先於前移轉行為 所以呢 也因此呢 205條第一款賦予了所登記的 著作權移轉行為優先的效果 那這都是法定的誘因 當然呢 其他還有一些額外的利益 比如說像是 有一些法院會認為說 這個變動登記是一個 著作權設定擔保的前提 那再來還有當然 一樣能夠因此取得進口的保護 好那以上呢 這是美國的制度大概的一些說明 那細節呢 各位可以在光碟裡面就看得到 那再來呢 就是這個 我們就來看說 美國著作權登記制度 對我國有什麼啟示呢 首先啊 第一個就是 我們認為說 從美國的制度看來 似乎登記制度啊 有它存在的價值 為什麼呢 雖然說呢 這個登記制度啊 它本身有一些 固有的一些障礙跟限制 但是啊 著作權登記制度 它的公式功能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 還有它的證據能力 就是在舉證上的一個 這個優點 是維護交易安全 跟秩序帶來的貢獻 遠交於問題 其他問題還要重要 也就是因此呢 我們認為說 既然我們的出作權法裡面 財產權的部分呢 財產權的觀點裡面 應該要去保障它後續的那個 變動的 所發生的交易上的問題 那就應該 而且這個問題呢 其實很大 那應該呢 把它做 強調起來 而且呢 其他問題其實技術上都可以解決掉啊 那再來呢 另外一個就是 美國目前也不是唯一一個 採取登記制度的國家啊 像日本也是啊 那所以啊 這是第一個啟示 再來第二個啟示就是說 延續著前面的說明 我們認為說 登記制度 從美國的這個 觀點來看的話 它是一個 它的焦點在於 交易秩序跟安全的一個維護上 那所以呢 美國出作權登記 之所以存在 它的核心目的跟精神 就在維持交易秩序 及保護交易安全的政策考量 那這個其實可以從這個 我們主管機關 著作權法修正廠案第一稿裡面 它的那個立法理由或說明裡面 看得出來 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要恢復登記制度 它主要就是為了那個 交易的秩序跟安全的保障 好 好 那再來呢 第三個啟示就是說 登記的 登記的行政跟經濟的成本 不是關鍵的因素 那雖然說 行政資源確實因此耗費 而確實也因為 繳了這個申請費 或者是花費了申請的時間 而有一些成本的這個 這個耗費 但是呢 問題是我們從這個 美國的登記制度的立法 歷程看來 從來這個行政資源的問題 以及經濟成本的問題 都不會都不成是 他們在立法上的一個重要 主要的考量 好 再來呢 還有就是 另外一個啟示就是 制度的設計啊 應該要符合博恩公約的要求 也就是說 即便是未來我們要進行 登記制度的立法 或是相關的配套立法的時候 我們也應該要 如同美國一樣 在1998年的時候 這裡寫錯 對不起 1998年加入博恩公約的時候呢 他們配合這個 五條第二項去進行一個調整 那我們呢 因為2002年加入WTO 我們根據TRIPS的協定 我們也要遵守博恩公約 那涵蓋了這個五條二項 所以呢 未來如果要 進一步去 對這個助養權登記制度 立法的時候啊 也應該要考量到 博恩公約的一個要求 而且是那個形式上的那個要求